这个步啊 练出腿的弹弹性来 弹性是什么 这就是这样走 不要这样走啊 当然一开始可以了 那你们现在要练什么 练出一个弹弹性 弹性弹性弹性要练出练出这个来 不管高或是开始先练高 弹弹弹 弹弹出这个来 粘粘半 这个 所以不要让腿没有意 没有意识的这样走 尤其不能这样子滑 让它滑下去 每一步都是永远弹 弹 肌肉跟筋都在收缩 现在要练出这个 你们一些比较老 比较老的同学啊 开始架架式会了 练出这个弹弹弹性来 你先练这个 它是一二一二三 下上下上 所以你是 搭搭搭搭搭 一二一 一二一 把这个做出来 这个点是有力量的 起来的点是有力量的 因为你是弹起来的 这个点是有力的 可是不要去用力 懂得吗 它是弹 弹上来 弹上来的力量 好 好 来 啊 对 对 好像低很烫一样 小孩子都会嘛 低很烫 你不是这样走 走吗 就 就这样 那本书里面 弹钢琴的钢琴那本书里面 有有有一个人 有一个大师 他说 你看我的手指头 皮肤很细吧 皮肤很白很细 他说 可是你看我的里面的肌肉 跟钢铁一样硬 所以另外有一个大师 他说我的小指头 可以戳死一个人 懂得吗 你想想看 他们从 三岁五岁度开始 念这种东西 每天在奇面上面 他们在奇面上面 有这种缓和力量 有这种力 有这种弹 弹的这种力 有轻的 有重 弹一倍的 一天 一天好几个小小朋友 在他们的手指头 是什么 什么指 好的吗 所以你走掌时候 变这个变出这个弹性力的时候 你那个腿 你的腿就跟一般就不不不不不不一样 好 好 好 来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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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